你要有一段時間不要看 可是常常看書看習慣的人 他沒有書看他會慌 是不是這樣 他認為在浪費時間 我要幹什麼 我一定要拿本書看 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有靜下來沉澱的時間 然後要有什麼 要有跟別人聊天 你看的這個書 你學到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敘述的過程當中 在敘述之前 我們自己要經過整理 頭腦要經過整理 頭腦經過整理了以後 然後選擇適當的文字語言 把它表達出來 這一個過程過來 我們才會真正轉化跟吸收 我們學到的東西 我自己得利於我喜歡寫 我喜歡寫 所以在寫的過程 因為寫的時候 醞釀的時間比講話要長 那你去整理自己學到的東西 我要怎麼去表達它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過程對我的幫助是很大的 那大家 因為以前我們的上課都在戶外 那大家來的時間也不一樣 走的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般比較少做這個方面的一些練習 那從現在開始有這個大中山 有理事長秘書長提供這樣的地方 然後這種課程大家來的時間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可以多練習 相互的表達 這樣子學到的東西才會活 一直塞是沒有用的 一直塞學了一輩子的東西都是死的 所以有機會講就要講 你看外國的學生 很多外國學生都很會問 很會問 那本國的學生一般問問題的非常少 問問題也是要經過整理的 你頭腦要經過整理你才會問 才能問 那如果學了回去 學了回去 不管有沒有練 來了下次來又學又回去 又這樣子 你沒有經過我們講盛思明辯 是不是 然後賭行 沒有經過盛思明辯的階段 那個行就不是賭行 那個行就不是賭行 那個練效果也很有限 所以大家都可以嘗試 記錄我們在學的時候 我師父一定要求我們要寫筆記 我們每一個徒弟都有自己的筆記 試著寫 試著講 試著分 分享 自己學了什麼 自己才會小 同意嗎 同意嗎 來來 你今天好多講 打開 resentment 看 看